直播间内电商主播正介绍商品,回答消费者在弹幕里提出的问题。 货舱内,仓储人员在核对订单,用计算机处理包裹发放。 办公室内,工作人员忙碌地敲击键盘,来回确定双十一直播上架的商品。 澳门商品通过上述方式源源不断地到达海内外消费者手中。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广东省珠海市的横停澳门青年创业股园区, 发现这里不少澳门创业青年正忙于双十一促销活动。 澳门青年迎新微技术材料研发品牌创始人郝金龙告诉记者, 今年是他第二次参加双十一活动。 在两次的双十一活动中,他们的产品都获得了很好的销量。 我们其实就在等这个风来了,就是11号12点一过, 电视机就会和第一波一样,会看到数字的跳动。 我们在第一波的时候的速度,几乎是在三十秒跳一万块钱的这个营业。 就是这个数字会让我们感受和第一年完全是不同。 第一年我们参加这个活动,一个月下来也就是几十万块, 可能我们现在三天已经完成,已经突破它的两倍。 来到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股发展的它, 不仅看中了双十一所能带来的庞大市场, 也看中了横琴与澳深度合作区带来的种种机遇。 因为在澳门我们是有这个想法, 因为包括自己在澳洲的这个读书的这个经历, 可能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机会, 但是回到澳门在落地的时候, 无论是从场地,还是在这个专业人才的运营方面, 都是有很大的这个阻力。 那么刚好我们在找场地的时候就来到了这个横琴这个地方, 那么横琴这边的场地的配套设施的补助, 包括人才的招聘,包括在前期创业的时候, 给我们一些征兆的一些办理上面都给了很大的这个帮助。 所以我们自己就定在了横琴创业股。 如果可以跳出来,大胆地跳出来去尝试一下, 想做自己努力,想做的事情, 有自己的梦想去努力一下的话, 我觉得都是会有机会的。 而且现在国家对我们的这个政策是扶持的是比较大。 以主打澳门文创和品牌孵化的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今年首次试水电商业务板块。 该公司创始人兼行政总裁曾婉文看到了电商所带来的机遇, 希望借此机会将澳门本土的文创企业和原创品牌带进内地。 以往其实作为中小企业像苏导熊猫这样的一个品牌, 我们都是在澳门本土的去销售, 因为我们面对的市场都是每一年几百万的旅客多数都是来自于中国内地。 那以后的话我觉得我们面向的就不仅仅是在到澳门来旅游的游客, 我们是14亿的那个中国的市场, 那我们再往后的话就是怎么样把澳门的品牌, 澳门制造, 澳门建造, 然后把它把把把这些好的在中国的制造的一些产品往海外销, 所以我们觉得澳门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们面向的是全球的市场, 所以我们要把握好恒行还有国家现在给予我们的那些鼓励还有支持。 曾婉文表示, 通过恒行能把更多澳门品牌引入内地市场, 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许多便利。 澳门多元经济多元发展, 西度多元发展其实就靠恒行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更好的通过恒行, 我们能了解内地的资讯, 或是一些经商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先可以在这里先学习, 成证式的学习, 以后的话我觉得会有更多的一个产品先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孵化基地产生出来。 同样在恒行创业股发展的澳门青年周运贤, 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他创立的跨境说电商平台与普宇系国家进行贸易往来, 把中国的产品推向海外市场。 近年来,随着国家跨境电商政策逐步丰富完善, 恒行跨境电商产业加速发展, 恒行与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提出, 打造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新平台, 构建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开放的新体系, 为恒行跨境电商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